女孩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男友竟是丹麦一国的王子 被欺骗隐瞒加上自卑心理作祟 他决定与王子不再来往 但直到王子返回丹麦 他才意识到 在真正的彼此喜欢面前 没有恶意的欺骗和身份鸿沟般的差距 仿佛不再那么重要 他走过拥挤的人群 正好看到国王一行人游行 安妮大声喊叫杰克的名字 可周围的嘈杂声注定了声音无法传递 也就在这时 一旁的群众认出了 他就是与王子一起登上新闻的女人 众人纷纷大喊他的名字 王子回头看到了他 脸上浮现起了笑容 起码朝着安妮而去 单手伸出 在国王与王后错愕的眼神之下 两人来了皇宫 王子吩咐了管家带他参观城堡 而他自己则去找父母解释 母亲怎么也不同意两人在一起的事情 只因为安妮的身份是一介平民 杰克想要大声反驳 遭到了父亲的打断 原本他以为会被父亲喝骂 但却是没想到 他的时日已经无多 之所以将王子从大学召回 就是想让他尽快接手王位 现在这个阶段 没有什么比杰克的情绪稳定更重要 管家正向安妮介绍皇宫的历史 彼此相拥 今天是我的最美的日子 来跟我 杰克带他来到池塘边 但膝下跪掌心打开 蝴蝶飞走漏出一枚钻戒 安妮入住了皇宫 小公主很自然熟地与他成为了朋友 吃着高贵的午餐 享受着庸人无微不至的照顾 更有价值连城的珠宝 供他随意挑选 但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 出门参与皇室活动 他的每个行为都会被提前安排好 只因为在医院与孩子们互动了一会儿 他的照片就被登上了报纸 本以为会受到夸奖 却没想到还因此闯了祸 因为他所在的那家医院 正是反对君主制国家那些商人投资的 看着明明与自己差不多大的王子 在与商界一帮老油条斗智斗勇 他愈发觉得自己不适合这种环境 尤其是在这天舞会结束 王子被国王喊进房间 而安妮则被单独留在了门外 管家关门时冷漠的眼神 让安妮觉得这里是那么的没有人情味 等到杰克返回 他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或许他不适合待在皇宫 至少现在是不习惯 他得返回学校完成学业了 杰克做出挽留 但却遭到了拒绝 次日就是王子的继位大典 安妮就在人群里注视着他 直到大典即将结束他才离去 他明白王子刚刚成为国王 有很多事物需要处理 自己留下来非但帮不上什么忙 甚至还会拖累他 半年时光转瞬即逝 安妮成功拿到了毕业证书 一个久违的面孔出现 两人无语相识很久 国王率先开口 他已经改变了皇宫内的一些风气 邀请安妮去检验查收 两人相拥相吻 电影至此结束